苗栗造桥昨天晚间发生了九家蔡姓女子开车撞死茶叶行老板的死亡事故 现在撞击瞬间也曝光了 可以看到事发前71岁的许姓老板就站在自家的店门口抽烟 没想到下一秒蔡姓女子开的车就直直往她的方向冲过去 许姓老板发现想逃已经来不及 首当其中被车子告诉冲撞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没想到蔡姓女驾驶酒驾撞死人 她还拒绝酒侧呛警察当场被压制送办 好 经过这些查知名30岁的蔡姓女子酒驾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回喝到酒测值0.32闯下大祸 失控自撞还夺走一条人命 实在让死者家属难以接受